您有否想过 保险产品不仅提取灵活有弹性 还可以灵活更换保单货币 灵活实现您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目标 这就是深受香港人信赖 桑赖永民全新推出的万年轻星河遵享计划 推出多种保单货币选择 同时设有货币转换选项 助您紧握环球机遇 长远滚存财富 除了可以自由转换保单货币 您还可以根据需要 灵活提取预期的保单价值 而且归原红利一旦公布及保证 配合人生不同时期的货币和财务需要 以亲姐为例 她是一位单身职业女性 一直投资有道 她还有一套20年按揭的房产 所以她的财务目标 是创造可持续的被动收入 补贴还贷支出 日常生活及娱乐开支 所以她决定投保万年轻星河遵享计划五年缴 她的年保费为美元八万 五年的移缴保费总额为美元四十万 她选择从第八个保单年度完结时 每年预期提取移缴保费总额的百分之八 即美元三万两千元 提取十二年后 合共以预期提取美元三十八万四千元 金额已达到移缴保费总额的百分之九十六 完全可以补贴还贷支出 轻松还贷到按揭期结束 缴付五年的保费 从第八年完结开始 每年预期提取移缴保费总额的百分之八 保单第十九年结束时 预期提取后剩余保单价值 达美元四十六万七千五百七十五元 相当于移缴保费总额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七 随后在第二十年 清洁不幸因交通意外而不能独立生活 即无法执行三项日常生活活动 由于意外发生在受保人十八岁至六十五岁期间 所以能获得额外民意金额百分之一千的意外护理保障 即美元一百二十五万元 可用于聘请护理人员照顾自己日常生活 及补贴日常生活的开支 随后 清洁的年老母亲不幸中风 孝顺的清洁希望母亲得到更好的照顾 因此决定 从第二十个保单周年起 每年预期提取移缴保费总额的百分之八 即每年预期提取美元三万两千元 为期二十年 合共美元六十四万 用于支付患病母亲在明宁养老院的日常开支 及医疗费用 让这份保单变成对母亲最贴心的照顾 到第三十九年 清洁去世 根据清洁生前在六种申雇赔偿选择中 选取以一次性支付申雇保障 约美元五十六万七千三百的金额 留给作为受益人的母亲 希望这份保单可以代替清洁 为母亲带来安慰和照顾 这份保单之前一直照顾着清洁 现在就是照顾她最爱的母亲 总结一下 从保单开始到清洁申雇后 保单供支付了超过美元两百八十四万 相当于移缴保费总额的百分之七百一十 除了让保单持有人可灵活地提早预期提取现金 实现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目标外 这项计划还是市场首批推出具备ESG投资概念的人寿保障计划 重点以ESG及环境社会及管制三大因素 全方位分析投资目标和策略 能确保客户获得预期收益同时 还能推动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让投保人的下一代都可以享受到优质生活 所以万年期星河遵享计划绝对是市场上最全面的财富增长工具 快联系我们为未来做好准备吧